朵朵,甜心,赶紧穿鞋,出发 打扮好了,走吧 今天是个好日子 是朋友的儿子,12岁的元所庆典 我们早早地来到了这个主题酒店 人家说让我们来早早地喝包幽膏 我们认识都已经十多年了 而且关系一直都处得特别好 这不,又碰见了一个好朋友 这家伙就是个马大哈 这会儿才开始化妆 挺隆重啊,还拿了两条备用的礼服裙 在我们这边呢,12岁的生日庆典 也是大家特别重视的 看这个摆台多漂亮 回礼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今天元所的小朋友 前半年呢,由于疫情的原因 所有的这种主题酒店 全部处于停业状态 这两个月呢,生意特别的好 看我们摄影师的五百大洋 他准备的谢金 我呢,准备的微信 年一到这个季节呢,就是孩子们元所的高峰期 这个月呢,已经是我第二次参加孩子的元所庆典了 上个月我已经参加了,也是两个吧 然后还有一个白氏礼 这个月行了几个礼了 今天第三个 第三个了 对,这个月第三个 还有第四个是24号的 哦 我们这边呢,上礼一般都是五百的礼金 因为我们都是朋友嘛 五百就差不多了 上个月一共赠了三千块的工资 然后行李呢,就行了两千块的 这个月呢,又已经一千块钱大洋出去了 包油膏去了,走吧 这个呢,是准备的水果拼盘 看我们的烤鸭师傅的手多熟练 先洗洗手,等会儿包油膏 在我们这边呢,办喜事 必须得冻油锅,砸油膏 像这些穿绿色衣服的呢 全部都是场地这边雇的服务员 然后人家的手呢,都练出来了 所以说在咎油膏的时候 不会觉得那么烫 豆馅油膏呢 它寓意着团团圆圆 所以说在包的时候 要给它包成一个圆起 然后用手一摁就可以了 今天戒大了 第一次见,把小鱼要上桌的 人多力量大 不一会儿已经包好一盘油膏了 开始下锅砸 只要变了色,催起大泡 就可以捞出来了 一般作息呢,很少能进入到厨房 今天也算是提前早知道了吧 大家都在厨房里边忙得不亦乐乎 这会儿人们都已经陆续交礼了 我们也来上礼 看今天的东道组多漂亮 你们是谁呀 小家伙补个妆 马上就要上台了 听朋友说呢 一共是18桌 然后每桌900块 不算烟,不算酒 然后再加上司仪烘庆这些东西呢 算下来也得几万块 像这几年的物价那么的高 像这样的事业办下来以后呢 真的是来舞去舞 唠不着啥 有没有欢呼声 好 哇哦,你们的声音要好好听 欢迎你 对,第二个声音 看了小家伙的步伐 浑身矫健,精神走走 来吧,让我们听一听小福星的声音吧 大家祝福好 嗯 充满幸福和快乐时刻 我真心祝福奶奶 姥姥姥爷 吉小安康 吉美丽爱情 吉小安康 啊,啊,这就完了 也转眼直接长大了 这新年来两口子 为了小家伙奋斗 为了两个孩子打拼 很不容易 风雨严好 平淡眼霸 今天也请八方好友 把祝福送给大家 谁先来呀 尤其孩子的父亲吧 率先至上欢迎慈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过了我响了你们学三十十十十十十十 对 祝大家 此后还好 前方和大家揮手示意的 是亲爱的老爷 后方呀 紧随其后的是此爱的奶奶 我确认要许愿吗 愿你所愿都能实现 愿你所有的快乐 不须伪装 愿你走出半生 归来认识少年 愿你此生庆幸 活成自己最最想要的模样 夜火高高高缸练了 梦想也一定会 一 四 七 八